等一下小朋友 我们边拍手边说黑剂 素食店的招牌明星带领小朋友大跳健康操 为活动揭开序幕 由素食餐饮业者发起的行动故事车活动 巡回到台中 行动车里满载800本各式童书 提供小朋友免费借阅 希望让小朋友爱上阅读 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一起阅读心越近 那这次我们到了有文化之都的台中市 然后跟台中市一起主办 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未来在快乐儿童餐 会数证160万本的童书 给我们的小朋友 然后一起培养亲子共读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今天我们有个后面大家都看到的 Happy行动故事车 那我们这次非常荣幸也邀请了 文化局的局长夫人跟大家说故事 那看起来小朋友也非常的开心 台中市这次活动巡回的第七站 台中市文化局长夫人杨金也以行动响应 化身故事妈妈为现场大小朋友说故事 搭配手指布偶与立体绘本 现场小朋友听得是如痴如醉 吃虾龙的起司蛋糕了 那大嘴我又继续往前走了 我觉得做足准备是需要的 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 出生没多久 我就买了很多的童书 其实大部分是为了 好像满足自己一样 因为童书都很漂亮 绘本书都很漂亮嘛 所以我直到现在虽然孩子长大了 我都还收藏着那些童书 台中市过去在阅读的努力 包括我们的Bookstar 从92年开始 推展到现在已经十几年 这个是台湾最早推动 这个Bookstar的这个城市 扎根最扎实的一个城市就在台中 3 2 1 故事开始 生动有趣的行动剧 让小朋友们爱上听故事 体验阅读的乐趣 现场也有文化局设置的 Bookstar阅读起步走摊位 展示近百种适合0到5岁孩童阅读的童书 让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时光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